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奇权报局》,首先跟大家交代,上次跟大家做节目是讲的是上周一的时候,过了整个礼拜没有跟大家做节目, 最主要原因来说,我自己最近忙于跟老板谈一些关于公司上的事,比较多会要开,所以就搞到在财经台里面有点凹凸的,即使今天也是的,因为刚才还是跟老板开会,所以就搞到迟了上来做财经台节目,不过抽了一点时间,都过来勉强跟财经台录回一辑,就算你们不是看直播的,你都可以回到YouTube那里, 然后再重温,希望就不要脱得太厉害,最主要就是交代这件事先,至于我刚刚在礼拜六的时候,在九龙总部和CME那边搞了一场大西门栏, 他在Marketing那边就将一段片放到YouTube,你在YouTube搜索高手过招,美国期货高峰会就可以看到那段片,你有兴趣就自己去看那段片,OK? 回到大市来说,大市来说,看你对我来说有跟得有多贴,因为我印象中整个星期之前的事,我就不记得太清楚了,我记得好像上个星期一在财经台和大家做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简单来说,大致上就是说,短炒来说,就不要乱乱去做trade,我最主要来说,就留意着,三万点以下的位置去捞货看好的,如果有追随我文章的, 譬如我在拉罗财经台的website里面,我都有写东西的,上个星期二月收了一篇文章的,就写得很清楚的策略的,简单来说就是说, 两万九千九楼下就会去看好,去中线部署看好,事实上来说,在过整个星期没见大家之后来说, 前几天,上个星期中间来说,因为星期三的时候,最主要是担心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那里又担心贴不贴数,跟着意大利又担心, 它那里有些问题,又有机会脱欧又剩,又担心欧洲危机重现, 来不到在上个星期三之一,那时候来说,市大插了下去, 去到在财经台节目,我就说三万点以下,在这些文章那里, 我就找到那位置,说得准少少的,说两万九千九楼下,我就捞货, 在那里,那时候来说,我重注捞了不少货,去做long call, 做价格八百点分子的期权,其实严格来说, 在星期一,即早那时候捞了一点点,然后在临收市来, 再捞多一点点,总之是这些range这样捞, 那今天去到这些位置,其实都take a deep profit, 老实说一句,那现在去到现在这样的情况, 通常有人问,究竟后市还有没有可以继续升高的问题, 那首先,先说说市,为什么今天突然间夹得这么厉害, 最主要就是说,上个星期五, 美国公布那个什么非农业就业数据是比较好, 令到美股夹上去,事后大家都知道, 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就是说,美国特朗普, 和北韩亚金仔那里,之前说,不会面的, 现在又谈回说,六月中的时候,又会会面的, 加上这个消息,就令到,在香港今天的股市之后, 列口高开之后,就越升越有, 收市大约升了大约五百点左右, 就去到一个,我底下做Long call这些位置, 就是吃到正,是捞得不错, 那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市是升了, 那还有什么追,还有什么升的问题, 通常人数是问这些问题的, 那首先我再强调, 我一直以来,最重注的,这些位置捞, 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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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都是这样做的, 之前来说,这些位捞,市清到去, 因为我觉得市,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大人反复的格局, 暂时来说,所以即使我在每一次, 在低位捞完之后, 上去接近这些反复区域的顶位附近, 其实我呢,如果你说作一个中线部署来说, 在这些位置呢,我是减持, 等它跌下来又捞, 去到中线阻力来说, 又减持一些, 即是类似这样做, 短刷一些我不要说, 我说中线, 那你说中线部署来说, 我是要等它正式, 突破这些反复区间顶部, 我才会, 即假设我减持了, 它真是向上突破反复区间顶部的, 我就再追回, 因为你赢钱的, 你会深入下落好, 那暂时这个策略是没有变的, 那你说, 最迟那一转, 中线策略, 正正上个星期三转, 市队都落到三万点以下, 两万个千块留下, 那时候, 我就不断捞, 接着那策略是怎样的, 如果说中线部署来说, 市, 都是去到这些大约, 我住在三万一千五, 附近这些位置, 我又会开始做一个中线部署的减持动作, 那你说, 短炒的, 那三万点留下的, 我不断做Longco那些, 去到三万一千点这些位置, 我都一定是走的了, ok? 接着, 市还不能再继续升的问题, 首先, 每个月都滑的, 转账水平这个位置, 那你见到是在六月份, 转账水平阻力支持位来说, 下面是两九七九四支持, 上面是三零八五百, ok? 那经常都说了, 向上突破两部曲, 那今天来说, 楊竹收市, 升穿三零八五百, 其实就完成了, 向上突破第一部曲的, 向上突破转账水平第一部曲的, 那你弄上, 今天那个位置三零九五零, 就是一个很critical的短线阻力位置, 未来再升穿三零九五零, 就完成了, 向上突破, 转账水平两部曲这一样东西, 那市就有机会, 短时间再重一步向上爆, ok? 也都因为这样, 那现在来说, 突破了未? 未了, 再向上穿三零九五零, 就破了, 所以, 我刚才说了, 短线, 我在大约三万点, 两万元, 九千九, 留下是这样, 去捏Long Call, 看上这些, 我今天, 在一个叫做机会之中, 带点危机的位置来说, 其实, 我走了, 我走了, 因为, 市再升穿三零九五零, 就向上破, 但现在未穿, 未升穿, 即是机会之中, 带点危机, 那这些我当然走了, 因为, 随时就回了, 但是, 哦, 市是不是还有力去继续上升呢? 那如果, 明天, 星期二, 或者星期三, 总之, 最近, 一两天来说, 如果, 市有量, 向上升穿三零九五零, 我就假设, 市还要向上破, 如果, 升穿三零九五零来说, 我就稳定一点, 可能我会多, 头二十分钟, 高低位给它, 升穿三零九五零, 再升上头二十分钟的顶位来说, 就是说, 我呢, 可能呢, 就会, 去, 去博, LONG CALL, 或者持牛症, 去博市, 去拿到, 夹上去, 大义, 夹那边的位置, 三零一千五タG附近, 那現在始終是月头, 月头做LONG CALL六月份的期权相对性上比较贵, 那你会见到, 我之前, 攝大約三万点, 两万九千九楼下, LONG CALL六月份价格八百点期权, 是LONG CALL得靚的, 因為一夾,現在夾了一千點上來 那麼Long Call 988點的期權就賺盡了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說,在五月尾六月頭的時候 做Long Call 988點,月頭Long Call 你付出的期權金,理論上當然是多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我選擇的行使價相對性比較遠 選擇了888點的期權,是OK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月頭階段 如果你選擇做Long Call,那是貴的 期權金,相對性來說,你比較多的期權金 你做六月份的話,但是來講,你向上水位多少呢? 暫時看著,如果再升穿3095,當日要穿20分鐘 都是我暫時遇到31500附近,就是這些頂位這些位置 那就是說,你做Long Call,你可能選擇的話 都是價外四百點,差不多的位置 月頭做價外四百點期權呢? 我就覺得,你看你自己覺得值不值做 我呢,就會傾向來講,如果再租上去呢 就算追Long Call,價外四百點,我都少了算 否則來講,你買一些牛證去搏一下 這兩種你自己二選其一 那去搏 那我再強調,升穿30950呢 不是升穿,即是去到30951了,是不是叫升穿呢? 我不是說,隨便升穿一點就叫升穿的 要升穿了30950之後呢,當日呢,要再升穿頭20分鐘頂呢 我才當是升穿的 那時候呢,你可以考慮小煮Long Call 六月份價外四百點期權 或者買些牛證去搏一搏 博個市會升回這些位置 那,搏完了 個市中的,繼續向上升 就正啦 個市跌的話 那你呢,這頭Long Call完之後呢 這頭轉過頭就跌了 那一向上升穿30950 升穿頭20分鐘頂 就買牛證或者做Long Call 一Long Call完之後,臨收市看看 那天是不是出現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今天就很明顯一支楊竹 如果仍是出現楊竹的狀態 就是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天是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是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一支楊竹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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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講多個清楚 那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我講多個清楚 那一支楊竹的狀態 那如果是楊竹的狀態 那最主要目前來說 那策略是怎樣 那至於有些人會問 那市有沒有機會去到 我看今年的頂位 那這支楊竹的狀態 甚至再新ま預計 令到市場再寫 那一支楊竹的狀態 甚至三嘛二千點的狀態 甚至三嘛二千點的狀態 這個我要再觀察 暫時來講 先升了今天的狀態 我會拼三嘛二千五 那不升了 市場再回的話 我會不會拼作菇 暫時沒有拼作 我不會拼作 我會先靠位 th 看好倉 那今天先說ำ說 未來今個禮拜三就再和大家繼續,今天先說到這麽多,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